CBA常规赛,上海南篮对阵新疆南篮,最终,新疆队遭遇了25分的惨败,96比121不敌上海队。 全场比赛,新疆队3分球25中4疯狂打铁,阿迪江的儿子阿尔斯兰三中灵,只是通过罚球拿到了1分。 李春江则是率领,上海队取得了一场大胜。 上海队虽然上一场输球,但仍然是高居第四的位置,新疆队近来状态不错,取得了一波三连胜排名第14的位置。 李春江和阿迪江两位本土主教练的对决也是一大看点。 摩尔特里和麒麟联拿4分,逢来3分帮助上海队打开得分账户,之后又凭借着连续的外线发力,上海队实现了反超。 唐采玉3分止住颓势,之后新疆队也将比分追到了15平。 然而在随后,新疆队突然压火,上海队打出了15比0的冲击波,首截便领先到15分。 第二节,上海队又逐步拉开分差,富兰克林打成2-1领先到20分以上,任俊威跳投,上海队拿到45分。 新疆队连追5分,富兰克林又造成杀伤两罚权重,摩尔特里连续在内线发力,帮助新疆队追分。 袁唐文突破得手,阿布都沙拉木上篮回径,然而之后的新疆队再次压火,新疆队又轰出了11比0的攻势,彻底将分差拉开,半场领先新疆队26分。 第三节,于德豪抛投得手,刘征飞升命中,随着李天荣轻松在中,分差突破30分。 麒麟和摩尔特里刚追回4分,李春江果断暂停,上海队连续6分稳定局面,摩尔特里两罚权重,麒麟接球命中3分,摩尔特里单臂不扣,宗赞的空位3分止血,分差基本上是交替上升,本节新疆队稍稍占据一定的优势,但三节过后还是落后了21分。 第四节,上海队依旧不给新疆队机会,一波18比8的开局,强势又扩大分差,比赛也是渐渐的失去了悬念,上海队轻松取得大胜。